台海议题 国际社会是统一口径 反对北京对台海的军事胁迫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而北京呢 透过外交体系全面战狼化 外长秦刚首先公开场合警告 任何在台海问题上玩火自焚的人呢 玩火必将自焚 而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指出 中方会以一切必要手段收复台湾 同一时间 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员 呼吁欧洲国家派军舰 巡航台海 意大利呢 有意退出原来加入的一带一路 增加跟台湾半导体的合作 中国方面加强强硬的 还有国际社会防备升温 在这个对战的气氛之下 台海的紧张短期之内 看不出管解的取向 北京当局日前借台海军演 是试图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导致 韩方和国际社会都坚决反对 又说台湾问题是超越地区层面的世界问题 面对国际社会共同市井 北京当局的回应方式却是外交体系全面战狼化 包括雨带恐吓的要南韩谨言顺行 中国大陆副外长孙卫东 更召见南韩驻中国大使 提出严正交涉 首尔则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 抗议作为反击 并且痛批中方言行严重外交失礼 双方大打口水战 整起事件就发生在 影席月24号出发前往美国 并且与拜登商讨加强美韩同盟之前 北京当局借题发挥 隔山打牛的意味不言可遇 破坏国际规则 单方面改变现状 破坏台海稳定的 不是中国大陆 大陆外长秦刚 更在21号启程访问菲律宾之前 在上海举行的 中国式现代话与社会论坛上 高分被驳斥国际社会 对北京当局意图 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批评 还公开放狠话 在台湾问题上玩而活者 必自焚 高调展现战狼态度的 大陆外交官不只有秦刚 曾经公开声称两岸若统一 将对台湾民众再教育 引发强烈非议的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 21号接受法国新闻台访问时 再度口出狂言 声称决定台湾人命运的是中国人 还保证中方将会 以一切必要手段收复台湾 甚至当主持人 谈到遭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 相关问题时 卢沙也干脆质疑 乌克兰的主权国家地位 还表示有许多前苏联国家 实际上不具备有效国际法地位 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把他们的主权具体化 这种往俄罗斯侵略者靠近的偏激言论 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踏伐 近80名欧洲议会议员更发出公开信 恐怕会让事件上升为北京的外交危机 79个欧洲议员要求法国外长科隆纳 尽快将中国驻法国大使 卢沙也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相关欧洲议员认为 卢沙也发表激进言论 远远超过可以接受的外交话语范围 对法国的欧盟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在台海议题上 美国与欧盟则重申对台海和平的重视 并且呼吁北京当局停止压迫 欧盟外交最高官员波瑞尔 23号更在法国星期天日报撰文 强调台湾议题与欧洲的经济 商业与技术等方面息息相关 必须提高关注 呼吁欧洲各国进一步派遣 派遣军舰在台海巡逻 目前包括法国 英国 德国 都曾经派遣军舰航行台海周边 此同时意大利更传出 总理梅洛尼有意退出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 降低对中国依赖之外 还要加强与台湾的半导体合作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21号在公开演说中 也点名北京对美方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 并且直言若中方对台湾发动攻击 使命令美国本土动荡 为了防范来自中国等地对国家的威胁 他宣告即日期展开全部门90天冲刺 加强防备 更首度成立AI工作组 以因应人工智慧 对国土安全威胁带来的改变 北京当局当前的强硬姿态 与国际社会的冲突螺旋持续升高 正逐渐进入总统大选敏感期的台湾 需要更小心应对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址